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昨天的美国股市是下跌的 那很多人会讲说 既然美国股市是下跌 台股为什么今天大涨152点 那这天我一直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的 我说目前这个行情 就是在这边做震荡了 就是在这里做震荡 震荡的过程里面也就是说呢 这里会那个所谓的一个 出现一个所谓的整理之后呢 因为它这一波它涨幅比较大 它这一波它涨幅比较大 它需要时间做一个整理 那么整理之后呢 它才有机会再攻一波 所以目前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认为这个行情基本上呢 那么在这一段行情里面呢 我认为指数会持续 做一个震荡动作 那这种指数震荡的过程里面呢 中小型的股票最容易往上面涨 中小型的股票最容易往上面涨 所以这里呢你还是要注意到 中小型的股票呢 才是在这一波指数震荡的过程里面 真正的主流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哪一些个股 待会跟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天我跟大家讲到一个一档股票 我说3454的金锐 3454的金锐 好等一下我们先 我们现在先那个回答一下 投资朋友的问题好了 好先回答 待会再讲这一支股票 好先回答一下威林 威林它问到2303的联电 那这两个股呢 该怎么样看 怎么看这两个股 2303的联电 联电这档个股呢 我们看到 它这档个股呢 基本上我在35块钱曾经讲过 它本益比大概6到7倍而已 所以它这里会先供应波上去 这里是一个底部讯号 这里是个底部讯号 所以这里涨上去之后呢 开始有出现爆量了 基本上爆量就不太适合去做追加 爆量都不太适合做追加 你看今天这个什么 你看今天这个玉龙 玉龙它今天为什么会开高 然后拉上去然后杀下来 为什么因为今天爆量 今天爆量盘中就爆量了 那如果涨一段的股票 它如果一旦爆量 就不要去做追加 因为表示爆量 那表示它可能会做一个拉回 你等拉回再做布局 那这档个股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那联电呢 我认为它已经接近到买进的一个低点了 那这个地方呢 比较强 它今天有回撤到月线 到月线就出现止跌讯号了 那这里呢 我认为它的支撑点提高到38块钱 我认为接近到38块钱 可以来做一个低阶布局的动作 如果你是38块钱买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认为这档个股 这个不是38块 不好意思 讲错了 这里应该是43块附近 43块 43块附近呢 可以来做个布局动作 我认为算是一个相对的低档区 那目前这档个股 它我认为因为这个底部已经出来了 这个底部最强的支撑点呢 目前是在这里 41块 41块钱是一个最强的底部的位置 所以41块钱这个地方 应该不至于再做跌破 这里底部打出来一个底部形态后 再往上攻击 目前再做个回撤动作 但是我认为不会回撤这么深 除非有出现什么很大重大的利空 那照理说这档个股呢 应该在43块钱附近 应该就能够守得住了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就暂时不用去做杀低动作 甚至拉回呢 可以找一个机会来布局 那短压点在48块钱 就是联电的操作策略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档个股 KJ问到1522的提回息 提回息呢 这档个股呢 我们看今天是攻到涨停板 今天供涨停 那这档个股呢 之前从34块钱它拉回修正整理之后呢 今天又供应跟涨停 算是一个什么 算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算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那么今天这一根长龙棒呢 它突破了季线 突破了这个半年线 这边就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因为它这次拉回的时候呢 量都一直萎缩下去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套牢的人不多 因为这里量很少 那比较大的套牢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概在这里 所以它明天如果再往上涨 开始会做震荡 因为明天它再涨上去呢 32块钱到34块钱附近 这里会开始出现一个震荡套牢 这个筹码的套牢这个卖压会出现 那以它这档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今年前三季就赚到2块4毛8了 当然有很多是因为汇兑的利益 台币贬值嘛 它有一些汇兑的利益在里面 那但是它本业也算是不错 那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10月份的营收 10月份的营收比上个月还是持续 比去年还是持续成长百分之24 那我们看到它这里几乎都是正成长的 所以以这档个股来看的话呢 如果说到累积第三季 已经赚了2块4毛钱 那也就是今年它有可能会赚到3块 3块钱以上 3块钱以上 甚至到3块半 所以这档个股呢 它有机会应该是来挑战前波高点 甚至突破前波高点 因为以它的获利性来看 以它的获利性来看 但是明天来讲可能会震荡了 明天可能会震荡 所以这档个股用震荡拉回的时候再做布局 那么支撑点呢 我们先看这根长红棒的2分之1的位置 也就是大概是在它的这个半年线的位置 那大概28块3毛钱 28块3毛钱 28块3毛钱没有破 这档个股呢还会有高点 来挑战前波高点34块1这个位置去 那这档个股呢你可以这样操作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投资朋友哈比 哈比问到这个3047 有没有机会挑战前高 3047的逊州 逊州今天也涨停板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网通股 逊州今天涨停板17块9 将近18块钱 它钱高到19块钱 那这档个股呢 它比这个刚才讲那档提回息还要强 因为它是基本上它都没有跌破半年线 它十文在半年线 那它的业绩呢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你看它去年 它去年是亏损了0.29元 去年都没有一整年都没有赚钱 但是今年呢到前任期已经赚1块2 所以这档个股有可能今年 有可能会赚到1块8 接近到2块钱左右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它当然有机会来创新高了 当然有机会来创新高 那这里的创新高 这里量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前波高原这个位置区 可能会有套的卖压 会做震荡 因为这边要把这个量洗掉 要把这边量洗掉 它已经越过这根的量了 这根量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套的符合 那比较套的符合比较重的 大概在19块钱以上 19块钱以上压力会比较重一点 但是如果以它的本业来看的话 基本上公司还是获利不错的话 那这档个股应该还是有机会来挑战高点 目前来看 先看它的支撑点 它的支撑点目前在17块钱 这两个股如果17块钱没有跌破的话 它就会来持续的震荡 往上来挑战前波高点 甚至来突破前波高点 这个是逊州 30世纪逊州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 中小型的股票都开始活蹦跳了 基本上我就跟大家讲说 12月 尤其是12月开始投信在作涨 这个作涨它会以中小型的股票为主 那我讲过因为中小型的股票 因为它们的股本比较小 股本比较小 然后拉伸上去速度会比较快 那么它们可以创造比较大的绩效 所以在这个结账 作涨行情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在12月份这个地方 中小型的股票愈小不易 有些股票可能会涨三成四成 甚至五成以上 这是你要把握的机会 这是你要把握的机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回答差不多了 现在没有投资朋友在问新问题了 所以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解盘时间 好 基本上我们昨天在10月28号跟大家讲这档个股 说三四五四的金锐 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档股票不是已经涨一波了吗 为什么陈老师你还要再介绍它呢 因为我认为这档股票 这档个股它还没有涨完 它还没有涨完 这里只能算是它是涨多以后 这边进行一个高姿态整理 那你看它整理的过程里面 它有没有跌破支撑点 都没有破支撑嘛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就还有机会再往上涨 甚至创新高 它的新高在197块钱 昨天收191嘛 那我认为它应该会创新高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说 这档个股 要留意到它 因为大环境是有利于这档股票涨 第一个大环境有利于 中小型的股票往上涨 第二个这档个股呢 它本身它有一个利基点 我在节目上讲说 现在呢 中美的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呢 美国现在对于中国这一部分来讲 它非常的在防堵中国 它这个地方防堵中国 不是只有防堵在经济在这方面 在国安问题上面它也非常的注意到 中国的这个间谍的渗透的问题 或资安的问题 所以你看它之前为什么要 打压华为 打压中心 当然最主要是它当然是要 让他们的苹果手机 能够持续维持领先的霸主地位 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 中国这个手机 你可以发现到 他们里面都有装一些 所谓的监控系统 所以用中国的手机 基本上它会 我们会把那个资料传回去大陆 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并不是传言 这个是已经有人在证实 已经有证实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到 美国它已经发现到 这个国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台湾基本上 也不会去用什么大陆的一些 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因为这个都有国安的问题 那这部分不但是美国 已经开始停止 停止安装中国制的监视器的摄影机镜头 不但是美国 英国呢 它在前两天呢 它也是宣布停止 安装中国制的监视镜头 所以一些国家呢 只要对于国安的问题 比较在乎的国家呢 都会开始禁售 中国的这个监视镜头 包括像中国的无人机也是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大环境 它其实有利于像金锐这种股票 你要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什么 M31啦 矽质材M31 还有这个金星科 为什么会大涨 也是因为中美的晶片战 只要中美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所谓的经济战 或者什么晶片战 或者是国安战 什么之类的 对台湾的产业 基本上是有利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反而 就是我们的产业反而会在这里面 得到什么 得到成长的机会 像这一次我做那个雷虎 雷虎也是因为 我们在防备什么 中国这一部分的一个清扰 中国是用无人机来清扰我们台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也要做无人机 军用的无人机 所以雷虎就大涨一倍以上 所以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到 其实机会跟风险 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虽然它会有一些风险的东西 但是这里面它就隐藏着一个 非常好的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说 三四五四的精润 你注意这两个我认为 应该还有高点 好 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高点 那今天今天11月29号 今天就差点拉涨停板了 那我们看到它今天是大涨的10块半 它已经创新高了 创新高上去了 创新高上去了 那这种股票基本上就是注到 低点不破还有高点 低点不破还有高点 另外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现在投信这些做账的行情 你会发现到这个投信买一大堆的股票 你看它的股价都是怎么样 它的股价都是震荡一直走高 像这档个股六二七四的台药也是嘛 你看它这一波已经先攻上去一波了 从40块钱这个地方39块钱 攻到58块钱 涨的将近19块到18块上去 对不对 大概涨四成上去了 那像这种个股 你会觉得说涨四成了可不可以追 当然股价涨多的是不能追嘛 不然你看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股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股价涨多了嘛 对不对 它股价从多少钱 你看一下它从多少钱开始涨 从大概43块钱涨到71块钱 股价涨多了就会开始出现什么 获利了解的卖压 正乖离过大 获利了解的卖压 但是你说它一次把它全部出货出光吗 倒也不至于 所以像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它短线就开 这个地方就已经很明显的 就是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套牢量出现了 那未来它要必须要什么 它必须要突过这个套牢量 也就是71块钱 它必须要再过去 它才会有高点 否则它可能就近期就开始 会陷入拉回整理 所以像这种个股我认为 就是不要短线上 不要说它已经涨了四成五成 那你去追 通常会追到相对的高点 容易追到相对的高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到 什么样的个股比较有机会 我认为这个地方 像台药已经涨了大概四成了 所以这种股票也不用去追 但是拉回你可以去做布局 因为它还没有爆量失控 它还没有爆量 还没有失控量 它不像玉龙街已经失控了 它那个量已经失控了 量太大了 所以像这种个股量 只要没有爆出来 没有爆大量 它都还会有机会 在震荡再走高 表示主力都还没有出货现象 所以像这种反而出货股 你是可以拉回可以留意的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 像这个3105的文贸 我认为今天有很多股票在涨 今天有些贵股在涨 我认为是涨假的 所以今天有些贵股在涨 你不太适合去做追加 看起来什么 从低档去开始往上涨那种股票 很多股票其实是 它可能涨个一两天就下来了 那种股票我认为比较没有续航力 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做股票 既然我们要做股票 我们要选择比较有续航力的股票 那比较有续航力的股票 它一定要有一个利基点存在 所以我认为像3105的文贸 这家公司其实如果你去看它的业绩 其实它业绩并不是很好 它业绩甚至还在衰退 但是它在业绩衰退的过程里面 它股价开始慢慢地走高上去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的低档区 有阻力进去布局 有阻力进去布局 有阻力进去在里面 所以它先拉一段上去 那么拉一段上去之后 你看这里开始爆量了 你们看它爆量 那我讲过嘛 只要爆量就不要去追了 量爆出来表示它可能要开始进入整理 不过这档个股 我认为它底部形态它已经打出来了 那第二个呢 它这波往上涨 我觉得是因为它接到苹果的新机的订单 第15代的订单 那你要知道 苹果第14代跟第13代其实没有差很多 所以14代的人去买人并不是很多 14代其实卖的不好 iPhone 14其实卖的不是很好 但是在iPhone 15呢 它里面改变就非常多了 不管是它的核心改变 不管是它的一些新技术的改变 iPhone 15跟iPhone 14就差很多了 功能上就差很多了 所以iPhone 15呢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 世代的换机潮 那这也导致什么 导致呢 有接到苹果新单的订单的一些公司呢 可能这个地方它就会受惠了 那股价就开始领先反应先涨一波了 所以像这种个股 我认为拉回可以留意布局的买点 这个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那应该不至于回到底部那么深 可能回到这个相对低点区 应该就是不错的机会了 就是不错的机会了 好 不过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像这些有些个股 你也是留意到它 像华旗它做不锈钢螺丝 那你会说不锈钢螺丝的公司 有这么赚钱吗 你要知道它是全球市占率第一名的公司 它做不锈钢螺丝 是全球市占率第一名 它算是台湾的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 那这家公司你看一下 因为不锈钢它应用的范围非常多 包括像汽车 包括像电脑 电子产品等等 医疗用品等等 它都用到不锈钢的这一部分 这家公司都有应用在这一部分 它产品都应用在这一部分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它是蛮稳健的 它公司的获利是蛮稳健的 你看它前三季赚8块9了 前三季赚8块9 也就是说今年它可能会赚到10块钱以上 但是它目前的股价就有74块钱 所以我认为这种股票它应该会创新高 我认为它会创新高 应该接着这种股票不但创新高 它还会有高点 以它的获利来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反而有一些个股它的本益也不错 那本益比不高的股票 那获利性还有成长性的股票 这股票反而要留意 反而在这个大盘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反而留意这种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会有赚钱的机会 好 我们再看一下8249的灵光也是一样 你看它今年前三季赚3块1 前三季赚3块1 现在股价27块钱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先 先往上面做个突破大涨之后 这边再做个高姿态的整理 那整理高一段落以后 我认为这个会创新高 那什么时候动 我不能确定它什么时候动 但是以它的目前的获利来看 这两个五 合理的价位是不会只有在这里而已 不会只有在这里而已 所以像这种股票 近期拉回的过程里面 也是量缩了 它因为也是先爆量 你就开始休息了 那休息的过程里面量开始缩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像这种个股 如果基本上它的支撑点 走到这个位置区 它都持续守稳的话 那这种个股它会比较快 来往上创新高 所以像这种灵光 像这种股票 前三季赚得不错 有些公司获利不错的公司 其实都可以留意 它近期震荡拉回的布局机会 好 我们再看一下 3693的银帮 这家公司获利也不错 那你看 它的股价其实在前波的高点 这个地方 做一个震荡的动作 那为什么会做震荡 因为它从54块钱 涨到80块钱这个地方 已经涨一段上去了 那涨一段上去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的 涨一段上去开始爆量 你有没有看到 只要涨一段上去开始爆量的股票 就会开始休息 因为一旦爆量呢 就代表筹码开始有点在怎么样 筹码开始有点控制不住了 所以一爆量就会开始休息 但是因为这家公司 你看它做伺服器机壳的 那伺服器基本上我们知道 今年包括像所谓的资料中心 大型的资料中心 包括像Google也好 亚马逊 脸书等等 他们的资料中心都要开始往上升级 所以做伺服器机壳的 它的业绩才能够维持这么好 你看它前三季赚多少钱 前三季赚了6块7 前三季赚6块7 今年有可能赚到8块钱以上 这家公司我认为 今年可能赚8块钱以上 那目前的股价在78块钱 又是本益比10倍的股票 所以这两个股 它未来如果你创新高上去 也都不要觉得很意外 这是正常现象 我认为它目前只是 它涨多了在那边震荡 在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高姿态整理 因为公司真的赚钱赚得不少 赚得赚得不错 而且还在成长 未来还有成长性 所以我认为反而目前 这个大盘在那边震荡的过程 反而有一些个股 就是本业获利不错的股票 然后EPS又高 然后本益比低 那又有成长性 那技术面都还呈现一个强势的整理 像这种股票我觉得有机会创新高 那可以留意拉回布局的机会 我认为究竟可以留意这些股票 所以你要把握机会的投资朋友 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接下来12月这个行情还没有 接下来11月它只是一个 我认为只是温其动而已 温其动而已 刚刚开始发动 你今天看到很多中小型的股票在动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说未来这个主流在什么地方 中小型的股票在12月份会涨更凶 在投信作战没有终止之前 这些股票都会持续的一直涨 都会涨到有一天突然爆量为止 那种爆量可能都已经涨4、5成了 像这个玉龙就涨了大概快要5成了 所以开始爆量了 但是有些股票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涨而已 还没有涨到4、5成 那现在当然就是 你现在就要开始布局吗 因为未来你要赚4成赚5成 你当然要等到现在 你当然要等现在还没有涨的时候 现在赶快来布局 你等到它大涨一段你再去追 你当然风行就加高了 那所以现在的时间点已经11月底了 接下来12月初 所以接下来12月这份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住 跟上脚步 所以想要跟上脚步的 就打我们的专线 这一次你一定要非赚不可 好 那么今天时间关系 为各位讲到这地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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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